顧前总统李登辉7月30号逝世 享其瘦98岁 8月14号清晨6点半 在台北荣总医护团队目送下 从台北荣总怀恩堂 一临前往济南教会追思礼拜 距离李前总统逝世 也有两个礼拜 台北荣总全体同仁 还是感觉到十分的难过与不舍 特别是照顾他十多年的医疗团队 感受特别深刻 我要感谢李前总统以及他的家族 对于台北荣总的信任 相信李前总统现在以化为千缕为风 自由翱翔在广阔的天空 一临车队随后在6点57分 抵达济南教会 入恋火化礼拜只开放家属参加 台联代理主席周年安等人 也在济南教会门外追思 周年安盼望顾前总统李登辉 坚毅的精神与台湾这块土地常在 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台联的伙伴 还有李登辉学校的同学 大家就是很感念李总统 那我们希望就是在他化作前锋之后 能够继续守护台湾 然后捍卫这块土地 让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在这块土地上 继续为民主自由的路来打拼 那建立一个我们希望要的一个 美丽的善良的国家这样子 李登辉带领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 这位民主先生的最后巡礼 就是绕行总统府一周 再送往第二兵议馆火化 也是新闻 中国已过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